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,这些都是和什么有关的词呢? 先来一起读一次。 奶奶 好,读到之后,读完了之后,我们发现了吗? 这些都是和称呼有关的词,而且都是叠词。 像这样的和称呼有关的叠词呢,第二个字我们都要读作亲生。 来,自己再来读一读。 哥哥 姐姐 弟弟 妹妹 第二行 爸爸 妈妈 伯伯 叔叔 最后两个 爷爷 奶奶 是的,这里面住了音乐也是出现的几个生字,看清楚。 读 哥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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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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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 姐 姐 鸡也 姐 姐 姐 得一地 弟弟 得一地 弟弟 师 屋 叔 叔叔 叔叔 屋 叔 叔叔 爷 爷 哎,它是一个整体认读哦,爷 爷爷 爷爷 好,看清楚了,这是十字加油站当中,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啊,记住一些生字词,嗯,运用的时候我们要把字音啊读准确了。 好,看看,看看,对比一下,你眼前看到的这八个生字,你有什么发现呢? 好,先来看第一行,第一行的生字是,明,晚,左,和时。 第二行呢,是,第二行呢,是,妈,奶,姐,妹。嗯,这些生字我们都不陌生。那,你有什么发现呀? 嗯,有同学马上知道了,第一行排的生字呢,它们都是,有一个相同的步手,是什么旁?都有一个日字旁。 嗯,都有一个日字旁。 那么,这些和日字旁有关的一些生字,它和什么有关呢? 明,你看这个词,明天 晚,夜晚,晚上 昨,昨天 昨晚 时,时间 对了,它们都和时间有关,对不对? 而日,它代表的其实是太阳,太阳从东边升起,从西边落下,代表啊,一天,马上就,白天就结束了,呃,迎来了,夜晚。 啊,所以,像这样的生字,啊,很多带有日字旁的字,它是和时间有关的。 嗯,再读一次。 明,晚,昨,日。 那么,你还知道哪些也是日字旁的字,也和时间有关的呢? 嗯,比如说,春眠不觉,小,啊,中间的那个小字,它其实也是和时间有关的。 小代表是天,马上要亮了的意思,天蒙蒙亮的时候,代表清晨,对吧? 啊,也是一个日字旁。 好,第二行盘的字呢,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不守,是女字旁。 啊,都有一个女字旁。 所以啊,它们都代表的是女性,比如说,妈妈,奶奶,姐姐,妹妹,它们都是女性的这个角色,对不对? 嗯,我们还学过哪些也是女字旁的字呢? 想想。 比如说,阿姨的姨,对不对? 姑姑的姑,嗯,它们都是代表的女性,所以都有一个女字旁。 所以,看到有些生字啊,如果你还不认识,你可以通过这个步手来联想一下这个字的字意。 很有意思,对不对? 来,我们把这些生字再读一次。 明,明天。 晚,夜晚。 昨,昨天。 时,时间。 妈,妈妈。 奶,奶奶。 姐,姐姐。 妹,妹妹。 好,这样的学习方法你掌握了吗? 通过一个字的不守来联想这个字的字意。 好,我们接着往下看一看。 比一比,写一写。 在这些生字当中,有哪些笔画可以来比较的呢? 来,看看第一横排。 第一个,了,也是一个多音字,了。 那它是有两个笔画写成的,分别是横撇,树钩,看清楚。 是由两个笔画写成的,第一笔是横撇,第二笔是沿着树中线,写树钩。 而第二个字是财字。 财字由三个笔画写成,一起来看一看。 横,树钩,撇。 好,那么接下来是两个字,一个是长,也读长,是个多音字。 那,与它来比一比的是山字。 已经,老师已经为大家描红了。 在这个长字的笔画当中,我们可以看到,有一个竖题的笔画。 来看一看,它的笔顺是撇,横,竖题,纳。 在这个竖题,我们写的时候要注意沿着树中线平行的来写一个竖题,往右边的是题。 在山字当中呢,我们可以看到,山字是先写中间的竖,再写第二笔,竖折。 转,仔细看,这一笔叫竖折。 嗯,竖折和竖题,我们看仔细了啊,哪一个笔画比较长,哪个笔画比较短,写的时候一定要找准它落在前字格当中的位置。 来,写一次,写长字,写,横,竖题,纳。 而山字呢,是先写竖,再写竖折,最后一笔是短竖,看清楚了吗? 自己可以跟着写一写,或者拿出铅笔啊,在自己的练习本上照着写,照着样子来写一写。 好,下面一横盘呢,也有一些笔画是可以来比较的,它们有相同的地方,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,睁大眼睛看仔细。 在这个字,耳字当中呢,是由两个笔画写成,先写左边的撇,再写右边的竖弯钩。 竖弯钩比左边的撇啊,位置要稍微高一点点,它们是分别写在竖中线的左半格和右半格。 而在这个四字,中文数字四当中呢,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笔画叫树弯。 嗯,写在这个里面的这个笔画是树弯,可以和耳的这个树弯钩来比一比。 它们同样有写到树弯,但是耳子里面是树弯钩。 而四,千万不要画舌添足。 我们看看,树横折钩,撇,树弯,再封口。 像这样全包围结构的字,把里面写完整了之后,最后再封口。 看清楚了,已经描红的笔画,我们要找出它们的识别所在。 好,最后两个字啊,也是我们容易混淆的两个笔画。 也有,比如说,我字,看清楚,我字的笔顺是撇,横,树钩,提。 这个长长的这个笔画,我们叫斜钩。 斜钩,从竖中线起笔,往右下角这个位置来斜斜的写出一个钩。 写的时候,钩的时候要落笔,收笔的时候要轻一点,要快一点。 在斜钩的这个位置,再写一个短短的笔,加点,点落在右上格,读我。 好,心字这个笔画,我们在写的时候可以来仔细看一看。 心字,第一笔是点,第二笔这个笔画,我们叫斜钩。 嗯,斜就像一个人躺在这个舒服的躺椅上,休息的一个姿势一样。 嗯,比我们的斜钩要写的还稍微平缓一些。 好,在这个斜钩的左边有一点,上方有一点, 右边还有一点,三个点是围绕着这个斜钩的位置来写的。 我们看仔细。 心字的笔顺是点,斜钩,点,点。 看清楚它们的这些字当中的一些笔画,它们的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了吗? 好,写一写,自己再来比一比。 好,在日积月累当中啊,为我们积累了一些谚语。 什么叫谚语啊? 孩子们,你们知道吗? 谚语啊,就是老百姓当中通过生活经验口口相传的一些经验所得, 用这样子简单的朗朗上口的语言把它总结提炼出来的, 我们就叫它谚语。 嗯,这四句呢,就是我们流传下来的谚语。 来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,记一记,还可以试着把它背一背。 第一句, 重瓜得瓜,重豆得豆。 再读一次。 重瓜得瓜,重豆得豆。 从字面上面看我们,可能可以理解为,你种下去什么样的种子,就会收获什么样的果实,对不对? 你种下去的是,某种瓜果类的种子,得到的就会是相同的结果。 其实啊,衍生到我们生活当中,嗯,联系我们生活实际就是讲,我们如果付出了怎样的努力,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。 嗯,如果你种下的是一颗善良的心,善良的种子,那么你就会得到善良的回报。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啊,要思考到这样一个谚语,重瓜得瓜,重豆得豆。 你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,当然,你要为之付出努力,对吗? 来,再读一次。 种瓜得瓜,重豆得豆。 这个得呢,就是得到,收获的意思。 第二句,前人栽树,后人成良。 前人栽树,后人成良。 从字面上面我们如何理解呢? 前人就是我们的祖辈,为我们种下了一棵大大的树。 因为树木要长从小树苗长成大树,它是需要很长的时间,对吧? 所以前人没有享受到他的这个樱凉,但是后人,他的后代子孙能够享受到。 就是说,我们前面的人付出了一些努力啊,我们后面的人享受到了他的努力所获得的一些福泽,回报。 嗯,前人栽树,后人成良,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啊,为我们的后代,为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些,哎,子子孙孙们造福,对不对?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,要想啊,要往长远的这个目标来看,眼光要放长远一点。 也许,也许眼前你还没有看到它的成果和收获,但是你要想到,你的后代,你的子子孙孙也会因为你的努力而享受到这样的福泽,你也会心情特别的舒畅的,对不对? 来,我们再读一次。 前人栽树,后人成良,这个词语再来读准确。 自哀栽,是勿树,栽树就是种树的意思。 成良,嗯,当那个树啊,长得特别茂盛,枝繁叶茂的时候,人们坐在那个树荫下是特别的舒适良上的。 嗯,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句子的字面意思啊,回归到生活当中去想一下,它背后到底是蕴藏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? 生活哲学也隐藏在其中。 第三句,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。 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。 嗯,无论你要走多远的路,千里只是一个夸张的手法。 就讲,无论是你要走多远的路,你首先,始就是开始,你首先要迈出你脚下的第一步。 至少你要做任何事情,嗯,你想要开始,到达你的终点,从开始起点,到达你的终点。 你无论如何要脚踏实地的,一步一个脚印的,走好每一步。 嗯,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。 不要怕困难,嗯,你每走一步,就离你的目标更近了一步。 再读一次。 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。 百尺竿头,更近一步。 百尺竿头,更近一步。 怎么理解呢? 嗯,无论啊,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目标了,但是啊,我们心中有更美好的愿望,想要在这个好的基础上面付出更多的努力, 让他锦上添花,让他更上一层楼,就是百尺竿头,更近一步。 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当中口口相传的一些经验所得,其实啊,也蕴含了不少的生活与做人做事的一些哲理在其中。 我们再来读一读,也可以试着来背一背,嗯,在写日记的时候,我们也可以引用到这些,嗯,智里名言,也可以说是谚语,来帮助我们,丰富我们的语言。 在理解的基础上,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运用它了。 来,再读一次。 好,闭上眼睛,来,联想一下啊,每一句谚语背后的含义,试着把它背一背。 嗯,好的,最后啊,老师想请你们,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,一起来读一读这个非常有趣的故事。 在读故事之前,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来看看插图? 哦,有两只小猴子,他们在对话,猜一猜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呢? 嗯,有一只小猴子,罩着眉头,指着井里面,井里面有什么呀? 井里面有一个圆圆的月亮。 哦,他们的愁眉不展的,他们在担心着什么呢? 再来看下一幅图。 哦,一只猴子,一只猴子,抓着另一只猴子的腿,还有尾巴是吧? 嗯,他们在干嘛呀? 他们想去抓这个井里的月亮。 哦,想去捞月亮。 哦,那这个月亮被他们捞上来了吗? 嗯,带着我们这个疑问啊,一起和爸爸妈妈,嗯,来读一读这个故事吧。 题目就叫做,猴子捞月亮。 嗯,猴子捞月亮。 有只猴子在井边玩,他往井里一看,里面有个月亮。 小猴子叫起来,糟了,糟了,月亮掉到井里去了。 大猴子听见了,跑过来一看,跟着叫起来,糟了,糟了,月亮掉到井里了。 老猴子听见了,老猴子听见了,跑过来一看,也跟着叫起来,糟了,糟了,糟了,月亮掉到井里了。 附近的猴子听见了,都跑过来一看,糟了,糟了,糟了,月亮掉到井里了。 咱们快把它捞上来。 猴子们爬上了井旁边的大树,老猴子倒挂在树上,拉住大猴子的脚。 大猴子也倒挂着,拉住另一只猴子的脚。 猴子们就这样,一只接着一只,一直挂到井里头。 小猴子挂在最下面。 小猴子伸手去捞月亮,手碰到水。 再读一次啊,手刚碰到水,月亮就不见了。 老猴子一抬头,看见月亮还在天上。 他喘着气说,不用捞了,不用捞了。 月亮好好的挂在天上呢。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啊。 好,那月亮他们没有捞着,嗯,他们也没有伤心难过,对不对? 因为他们看到月亮还好好的挂在天上。 那这个月亮,他们捞得到吗到底? 嗯,有的聪明的小朋友说,哎呀,这些猴子真的是太笨了。 嗯,这只不过是月亮的倒影。 对了,月亮的倒影,倒影在了井里。 所以,他们永远都捞不到月亮的,对不对? 只要手一碰这个水面,这个倒影就没有了,对吧? 但是也看得出,这个小猴子啊,他们之间是非常团结的,对不对? 嗯,其中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对话。 我们也可以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读一读。 如果还有一些不认识或者不熟悉的生词啊, 可以借助我们书本上的拼音,再来把它读准确,读通顺。 嗯,读熟了之后啊,我们还可以用自己的话, 结合图片,来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的弟弟妹妹们听。 好,今天的课呢,我们就上到这里, 希望大家结合课堂上面所学的知识。 来,课后的时候再好好地消化一下。 好,同学们,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,再见。 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